8点 演唱会即将开始 郑秀文全副武装赶往后台 而另一边 鲁豫也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进入了演唱会现场 真是全满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指齊齊 我看郑秀文演唱会看得我好几次热泪盈眶的 我知道他是那种又唱又跳 是能唱能跳的 但我没想到他这么能唱能跳 而且在他的状态那么不好的情况之下 他唱了很多广东歌 有好些歌我其实不熟悉 但我还是听得热泪盈眶的 我还是觉得做歌手很不容易 就你需要每时每刻都把那么多的人的状态需要点燃 那需要太大的能力跟能量了 到演唱会结束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 郑秀文一刻也来不及休息 便立即赶回酒店参加庆兴宴 而又唱歌唱了三个小时 他却依然是精神满满 特别多谢观众对我演出的状态 嗯 就是总是我发声是最好的状态 但他们都相信我每个演出都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我这个演出的时候 我给你打个招呼 我给你打个招呼 你稍微做一下 我给你打个招呼 稍微做一下 我很感动 好久 ago我都快哭了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就是那个那个 整个气氛 对可能 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在一个有一点生病的状态 大家都很疼我 然后可能大家也期待这个演唱会这个拍出很久了 所以 买票进来的朋友都几乎每个经常已经有一个新衣卷备 已经要进入一个很富豪的状态 每个人都是很嗨的状态 从拍开始 我看你最后你整个人也都拍了 你很享受 完全进入这个状态 然后拍八场 一脸八场 一脸八场 下一次拍关我一脸十二场 这次八场了 这个是好大的考验 但是我自己也非常主要 很开心很享受 很享受 很享受 对 行那你今晚好好休息 然后我们后天 对对对 那你好好休息 so proud of you thank you 哦